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比赛我印象当中应该是 我忘了看他这个比赛的一个进程了 我记忆中这两个人好像都是在胜者组的 我去大概看一下这个比赛 那么上一场比赛刚刚也是给大家刚刚做完 那么做完的这个比赛呢 整体来说啊 整体来说感觉这个比赛还是 看点不是特别的多 因为这个感觉老干爹最近那个状态确实有点迷 上一场比赛确实是这个胜者组的决赛 TS6中国区的这个胜者组决赛 那么今天不出意外的话 在败者组这边还会给大家把这个老干爹 对战老肥羊的比赛呢晚一些给大家做出来 在败者组的第三轮方面呢 老肥羊是2比1战胜IGV 2比1战胜IGV 在昨天的比赛当中IGV是2比0 干死了IG 今天呢则是输给了老肥羊 那么这样的话 待会儿我在做完这场比赛以后呢 我吃完饭晚上给大家去补一下这个双方的老肥羊队长老干爹的比赛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PP 仍然是没有人先去扳掉这个黑鸟 那这样的话老干爹还是果断的拿出了一个黑鸟这个英雄 黑鸟这个英雄拿出来了以后 看一下这场比赛 以后们准备怎么去针对 以后们从目前来看他们拿的人的一个思路方向呢 跟上一局多少有点类似 只不过这场比赛呢 选择的是在第三手拿出了一个军团 军团那个英雄现在逐渐的也是开始被大家认可 开发出来以后去拿去上比赛 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是在于这个英雄可以比较好的去限制对方的这种BKB冲脸 另外就是他在中后期如果说几方队伍里实在缺乏有效的先手的话 那么他可以作为一个他可以出一个A仗 出一个A仗去作为一个绝对先手来去限制对方的一个点 这场比赛老干爹也是选择在第二手扳掉了这个古法 拿出了黑鸟 那这样的话就不存在用古法去克制黑鸟的一个可能性 第一手还是抢了毒狗 这样的话老干爹的前两手英雄也是这个版本最强势的一个中单 和最强势的一个酱油都拿出来了 三四手扳人方面呢 老干爹选择扳掉的是小强还有电棍 那么小强这个点上一场比赛发挥也是非常的出色 扳掉一个电棍的话呢 看来是不太想去 但是按道理说老鸡如果去拿一个亚龙去打这个黑鸟的话 这个黑鸟也挺难受的 EHOME的扳人方面的整体思路跟上一局有点类似 那么在你拿到毒狗以后我扳掉露娜 然后这场比赛我自己应该是不打算去打 发木机这个点我就把这个发木机给扳掉 选择是在第三手拿出军团以后 第四手补了一个蚂蚁 这个蚂蚁是几号位的蚂蚁啊 现在EHOME的这个阵容可能性比较多 三号位和四号位这两个位置呢 应该是一个沙王 一个军团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那这样的话 一号位的蚂蚁 那么也就是说还差一个中单 沙王和军团都可以去打野 所以这两个英雄不管谁打三谁打四 这两个人都可以去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发育 区别主要还是在于 一个偏游 偏游走能力强一点的话 还是沙王强一点偏节奏点能力强一点的话 还是军团强一些 所以就看这个 EHOME准备在最后一手的位置上 准备去拿谁 老干爹选择是拿出了一个土猫 哎就是不信邪啊 土猫这个英雄最近这个胜率 真的是低的可怜 真的是低的可怜 这个胜率 最后一手 EHOME选择是搬掉了一个人马 一号位的人马也是给搬掉了 老干爹在最后一手方面呢 看一下准备去搬谁 按道理说 老鸡这个点 他的中单 可以考虑去搬一手DP 因为现在已经不存在说阵容体系的一个问题了 EHOME的这条阵容呢 纯粹就是看配合 他们没有什么特别亮眼的这种人员搭配 搬了一个狼人 那就是说觉得对方应该是一个中单的军团嘛 老鸡的中单军团 这个倒是也有可能 现在的中单军团去打 肯尿也有这么去打的 那如果他搬了个人的意思 就是他觉得对方是老十一跟上一场比赛的思路一样 就是我老十一去拿一个蚂蚁 去打一个三号位 然后呢打一个发育型三号位 然后在一号位上 我拿一个相对来说 打架能力强一些的一号位 然后中单拿一个军团 这样的话在前期把这个节奏的加快 前期节奏加快以后 让自己的蚂蚁可以安心的去刷钱 但是蚂蚁的一个英雄现在他也不像德鲁伊 德鲁伊有一个辉耀的节奏点 蚂蚁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一个节奏点 你就算是给他出到了林肯 出到安灭这两个道具以后 他也不能够撑着一个节奏点 因为这两件道具加起来比较贵 等他出来以后 对方的技术网也做的差不多了 所以他只能作为一个输出点来打 他不能作为节奏点 这场比赛 E-Home的节奏点比较明快的 就是一个杀王一个 明确的就是一个杀王一个军团 这两个人的节奏点是很关键的 那现在E-Home其实最比较好的选择 是给老基去打一个DP 这样的话去弥补一下 他们这个阵容持续输出能力偏弱的 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在一波团战下来以后 第一波输出打完了以后 他们整体的这个爆发都是还行 有杀王这个点的话 前期的团战或者中期团战爆发 是有保障的 但是在这一波爆发打完了以后 后续伤害现在有点着急 军团这个英雄基本一波团战下来 就找一个人决斗 然后呢有事没事放个W 然后给队众加个T 这个就完事了 他不可能你只往他上去平A去 在面对 尤其是面对老根爹这个阵容 你让军团上去平A 这个跟上去死没什么区别 蚂蚁这个点是穿梭来回穿梭 在阵容中当中 哎呦 E-Home现在这个好野 拿了一个双头龙 那还真是一个中弹军团 老十一的沙王 国师无双的拉比克 中单的军团去打黑鸟 然后选择是拿了一个 这倒是持续输出强 这个倒是持续输出能力 真不错的一个英雄 中单军团现在也算是 大家就拿出来一个比较多的 军团来去打黑鸟的一个进战中单 因为其他的进战中单 从恢复能力 还有中期在对战局的帮助能力上呢 可能不如军团这么明显 但是在对方有毒狗的情况下 拿军团 感觉多少还是有一点问题 而且对方还有一个虚空 就是如果说你 不管你军团决斗任何一个人 我另外的都最少有一个人 可以把这个人给救下来 在有黑鸟有毒狗的两个官 两个能够官人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下 你去拿出一个军团 想要打节奏的话 是比较艰难的 不过呢 这个也分两面来说 就是我拿出军团 找你一个人决斗 你用官这个技能 去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但是同样也就意味着 你没有这个官 不能再用这个官来做其他的事情了 就你这个技能的CD 是要被我强行给占掉的 这个就跟之前咱们有期节目 我在说关于出蝴蝶的这个问题 就是我出一个蝴蝶 会导致你一定要占你一个格子 去出MKB这个道具 所以有的时候不单纯 不能单纯从一个角度去考虑 上后赛拉这场比赛 应该是会走一个优势路 应该放单问题都不大 优单的一个蚂蚁 去对对方的黑咸的话 就是打一个护肥 黑咸这个用手 反正你也压不住他 你跟那个护肥 无所谓 诶 没必就有个小异血 这个是不可能让他逃得掉的 关一手字节 要等一下队友过来吗 队友有没有过来的意思 被老十一的杀王拿到这个异血 老干爹剩下的这几个人 确实也不具备去反打的能力 这个要反打的话 被对方再举起来一个的话又要死 没必这个战位还是过于的奔放了一点 黑咸这个套地子盾 要跟赛拉应拼一波 赛拉这边要是想硬抢这个服的话 最少半血没啊 而且还没抢掉这个服 被黑咸给拿了 雪崩 这蚂蚁 这塞拉这波真是雪崩 他这一上来半血没了 而且还没抢到神服 双方的中路眼呢 都是插在了一个相同思路上的一个位置 野区的眼方面 一home的是做了一个野区 这样的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眼其实不是很推荐 这个眼最好是往左边放一点 放在大概这个位置 就是稍微往左边一点 这样可以防止对方插在这个 这个位置的眼 被反掉的一个可能性 当然了 他这个眼本身 如果对方把这个眼插在这的话 这个无论如何都是被反的 国师无双 哎呦 国师无双 这个位置 国师无双 这个位置 举起来有没有 举起来 再接普攻 一个穿刺 nice 这样的话 穿自己的毒狗 是直接被 击杀 那2比0的开局 果然上路是放了一个 塞拉的蚂蚁去单 优单的一个蚂蚁呢 在前期依靠自己的连击补刀上面 应该问题还是不大 而且他毕竟是一个远程英雄 黑仙对于他血量的消耗呢 也是不会有太 像近战英雄那么难受 呃 有直播观众问这是什么比赛 咱们今天这个 因为我是考虑到这个直播录像 直播的比赛的一个带宽环境问题 所以我是在那给大家做的是录像 是TS6的比赛 老干爹对战一后我们胜头组的决赛 哎 这二人组又是游走到中落 没必这个位置 哎 这不是钻树林 这个要走了 这个要走了 这个老鸡要死 老鸡这波估计是去了 一早石头踢晕 而且踢中了两个人 烧头龙在后排没走 从侧面喷了一口火 nice啊 烧头龙这波操作真是亮了 但是这波硬生说是没有烧死 独狗过来了以后 关了一手国式无双的拉比克 终于是找到机会 击杀了一波这个四处作案的拉比克 这一波团战只能说老干爹的 这个土毛 土毛是立功了 双头龙没有走 停在后排给了一个D的 这个动作确实是挺亮的 只不过就是无奈自己等级太低 因为一直在游走 他现在只有一级 所以这波没有能够形成击杀 土毛选择送野 中路的两个人在勾心斗角了半天以后呢 最终是以两个人的补给 全部都消耗光 作为结束 双头龙选择送野以后 看一下双方的一个人头书 目前还是一个2比1 听说老干爹拿了 一号拿了德鲁伊和敌法 拿德鲁伊但没有拿敌法 没有给大家去做这个比赛直播 还是因为带宽的问题 我怕直播的时候 一旦出现 就是比如说我这边特别卡呀 或者是类似的情况 导致这个直播信号也不稳 那么这样的话就都不尝试了 有点 我看一下这个比赛的 总决赛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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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今天也要打出来吧 看下这个比赛到目前为止的话 双方从对线期来讲的话 感觉还是半斤八两 因为虽然说 一号我们这边通过一个积极的游走 前期拿了人头数多了一个 但是从发育的角度来说 目前黑鸟还是要比军团要更舒服一点 这个并不是单纯的看双方的补刀 虽然说补刀数上面现在领先的不多 但是要看一下这个双方英雄的一个状态 这个状态差距是比较大的 黑鸟这里已经开始去拿到瓶子四处去控服了 而反过来去看一下军团 军团这里由于他在补刀补原盾以后 选择出的是一个鞋 这样的话他在线上的一个补给就会比较成问题 如果说队友不能够及时的给予支援和帮助的话 这个有可能会被对方一波油直接油死 而且军团这个用程节奏断了以后 是不太好找回来的 就力量型的carry都是这个缺点 这已经说过无数次的一个问题 节奏特别怕断 千万不能断这个节奏 特别是像军团这种特别吃节奏的人 下落这哥俩 下落这哥俩还是在不停地在勾心斗角 上路河道这个位置 格式无双这个地方又是被对方针对了一下 砸晕 对方有没有加速 有没有奔腾 还有一秒钟 一个奔腾 漂亮的一个冰墙 这一个完美的冰墙 非常的nice 这个格式无双这里绕一下 对方土猫跟过来以后 好像还有机会 滚一下被躲开了 格式无双这一波玩的6啊 那这样的话土猫这波肯定是要死了 一个冰墙留住 蚂蚁跟上来以后 直接给输出 带走对方的土猫 格式无双这一波躲得非常的漂亮 但确实对方这个土猫追的有点过分了 他追的时间太长了 的话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弊端 对方支援人会能够就赶过来 去进行营救 而且呢 追的时间太长了 以后自己的心里会有一个虚 这个也是很关键的一个点 有观众问 那个线下赛 就是这个TS6的线下赛 直接受邀的队伍有哪些 是T6的冠军 T6的冠军和亚军 就是Rince和DC 然后还有OG和EG 一共直接受邀的就这四支队伍 两支美洲战队 一支欧洲战队 一支中国战队 东南亚赛区没有直接受邀的队伍 沙王这个地方是想过来控服 但是被对方插自己的毒狗给干扰了一波 那这样的话下路 没必是控到了一发加速 哎 以后我们的一波二人开悟 看一下 这开悟应该是要来下路去找人 但是这好像要撞 这个地方好像是要撞破 这个应该是军团六级的第一波 军团六级第一波让沙王给定位 然后直接去决斗的话 哎 这个破雾被看到了 破雾的一瞬间正好冰在身边 哎 这个地方应该是猜到土猫的这个位置了 举起来 穿刺一手 决斗 那加攻击力了 哎 这个大招亮了 哎 咪这手大招真的是亮了 这里把对方的军团给踢住 哎 把自己对手给踢住了 就一手 土猫这波没有死 滚上来要反杀 直接一脚石头过来以后 踢一脚石头只定住了一个双头龙 土猫结果被军团一个W直接收掉 这个军团中单军团的话W等级比较高 这波虽然说没加到攻击力 但是最终的一个结果 还是把对方的土猫斩落马下 呃 结局是可以接受的 哦 11 绿血 这个沙王已经被逼得出绿血了 开始 也是脱鞋补刀 你看这个沙王每个兵咬一口 这个虚空根本就不敢往上走 塞拉的蚂蚁在上路的发育目前来看的话是非常的不错 捕刀全场第一 经济方面也是第一 全场经济第二的居然是这个沙王 沙王经济第二 对方虚空AIME的这个虚空到现在为止只有2500的血 啊2500的经济 2600的经济 啊我为什么这个老是胡说八道 撒拉跑到中路来骚扰一波 这个Mayby现在跟 这个Mayby现在跟这个蚂蚁对A的话 他有点吃亏其实 他虽然说A两下赛拉会很疼 但问题就是赛拉现在有大 而且身上有一个奥树的 他这个奥树身子不是开出来以后 没了没了的 用缩地去耗这个黑鸟 这黑鸟那儿糟不住 而且一旦一个不注意就有可能会被形成一波 一个蝗虫 一波击杀 夹腿已经做出来了 这场比赛 赛拉的蚂蚁的出装还是比较稳健 选择是先做了一个夹腿 而不是像很多这种比较跳的蚂蚁选择不出腿 不出鞋 不出鞋直接是一个听见 然后直接去憋各种什么暗灭呀 什么林肯之类的道具 他没有这样选择 一后两二人组直接是跑到对方家 做了很多的演 这场比赛一后的这个进攻演位 实在是做的有点凶啊 看来这个意思是要前期 尽可能的为自己的军团去开道 差这么多进攻演位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在军团能够去 开始对对方形成威胁的时候 能够有第一时间找到对方的人 让整个这个节奏点还是比较偏向围绕着军团在打 因为他们这个蚂蚁前期是看来是不准备太多参团 选择是让塞拉去稳健发育 然后一会让老基过来去参团 带着自己队友去打架 从插眼来看的话这个意图就是这样 这滚过来以后 但是军团还是抢到了这个恢复尘服 只不过自己这波不出意外应该是要死了 一个W看见自己游戏车上没有踢 所以被对方直接踢住以后 出来以后一个普攻应该是直接带走了 都没用普攻 没用普攻 只有210点血了 蚂蚁这个地方追过来以后 直接被黑鸟一个T踢住了也是毫无办法 咱们有观众表示说一会7点看败者组决赛 败者组决赛 败者组决赛是7点 7点的话我应该一会有可能能赶上直播 有可能能赶上直播的话 一会给大家做那个比赛给大家做直播的 只不过直播就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 这段时间以后我们的整体是在想提节奏 他们要必须要利用这几个眼 在前期最少要打怪两三步的节奏 这样的话他比较赚 黑鸟这个T量了 黑鸟这个T量了 救了一手自己的队友 那这样的话以后我们这一波提节奏的计划 有失败了 但问题是这段时间 赛拉还有老鸡两个点是在疯狂的发育 而老干爹的这些人呢 则是被限制在了一起 没有办法去刷钱 这里上路是回来了一个毒狗 跑回来是什么意思 看下赛拉的下件装备 选择的是不出跳刀 直接去出一个毕章出来 直接做毕章的军团的话 那你插这些眼白插了呀 这个酱油跟大哥的思路不在一个点上啊 等这个军团的毕章做出来以后 这些眼的持续时间就差不多结束了 而且你因为你仍然是没有跳刀这个道具 所以等于你还是缺乏一个有效的先手 去杀王的一个跳山子大 一个台漂亮 这两个人那一波有走 还是形成了一波非常不错的机会 找到了对方的黑鸟进行了一波击杀 这样的话这三个眼的成本就都回来了 军团还是做出了自己的一个毕章 下边这些眼应该还只剩两分多钟了 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两分多钟 两分半 两分半钟的时间 对于军团来说 他拿到毕章没有跳刀的话 他最多也就找一波节奏 找一波节奏 他的技能cd上完了以后 这个眼持续时间也就快到了 看下老干爹的这波四人开悟 看一下这四人开悟做六点的比赛 你说的应该是七点的比赛吧 现在已经六点多了 下路土猫这个位置被举起来 举起来 哦 wins和ftd的是吗 行那个我今天给大家补 晚一点给大家补 晚一点给大家补 那个我今天七点一会儿 给大家做败者组决赛 这个老飞扬那边的比赛 然后做完了以后 wins的比赛 我今天半夜给大家补上 好吧 稍微晚一点给大家放 大家别着急 因为我现在正在给大家补这场 补完这场我得去吃个饭 吃个饭家里人等着我吃饭 吃完饭以后我给大家补 好吧 不要着急 今天的比赛因为比较多 而且呢都是国内一线队 一般现在就是包括这个ts6 中国赛区也都算到了决赛阶段 然后还有 呃 ACE吧你应该说的 诶这个决斗 决斗到了土猫 没有人能来叫 终于是加到人生中的第一波攻击力 直到升到了二级大招 这里老鸡才加到第一波攻击力 呃 这场比赛整体的节奏还是偏慢了一些 偏慢了一些的话 这个也正常啊 毕竟国内的队伍啊 比赛就现在我从我做视频的那个观看的数量就能特别明显的看出来大家对于队伍的喜好程度 就我随便做一个wins的比赛就哪怕是录像而且ACE而对手也是一个从来没听说过名字的这么一个战队 都可以打的非常的漂亮 很多人都可以很多人都在看这个比赛 然后反过来我去做IG和IGV的这两支队伍包括甚至有像Burning这样的选手在的时候这个比赛都没有多少人去看 所以明显的看出来现在国内的这个刀塔打的比赛的这个观赏性极差 这个咱们不黑不吹的说就是极差 就是不好看说吧 你说这个比赛现在15分钟了一共就是3比7的人头数 双方也都是在无减无脑的去发育 然后就是刷刷刷刷刷刷刷 然后由初期的游走本来这个拉比克和双龙龙的游走呢刚开始打的很漂亮 结果被人打了一波反扑以后呢一下就尾了 老十一这个位置哎被发现了好像是要不过他这个位置倒是不用太担心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一位置 哎老十一这个地方 哎老十一这波贼了他出来的这一瞬间没有被对方碰到回头以后呢又是砍了一棵树 这里一个跳回来 看了半天对方在上路这样呢以后我们确定对方的位置以后呢直接选择过来打盾让军团上去扛就可以了 给上一个蝗虫这个蝗虫这个蝗虫这个蝗虫是可以给肉身减护甲的 如果大家有不知道的话这个可以注意一下就是这个蝗虫是可以给肉身去捡护甲的 打了这波不敢打了看不到对方的人这一个眼是看到对方过来这样的话先选择一波撤退所有人 我说一下 不是开悟准备要去绕上去反打吗老十一的这个位置看一下双方都是开悟破误了 蚂蚁是破误了 蚂蚁也是破误了这个位置是沙王跳过来以后被大招定住但是后排的人都来了 看一下第一个攻击目标选择的是谁先留下土猫 这里上来直接决斗留一个人黑鸟这个位置被决斗以后是毒狗关了一手救一下军团跟黑鸟形成了一波队A 这波黑鸟直接被打成一个残血双方到现在为止没有死人这波团战终于是出现了两个人头 黑鸟这波被杀了以后土猫也死了第一个被击火和第二个被控制的人全部击杀 而反过来ehome则是只死掉了一个贡献在前排的一个军团 这个蚂蚁还在追毒狗毒狗被追死以后上路这里是一个杀王 在被对方的虚空在追 但是这个虚空好像是被给上了一个减速 追上了一个跳过来有收到人头 但是自己还是被对方的蚂蚁一波租租带走 这个团战老干爹打的迷的啊不行不行的啊简直就是 这个是完全让ehome把自己的一个队伍人员特点是发挥到了极致 ehome的这套阵容体系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蚂蚁的这个来回去打的一个能力 就一波团战不停的去切入啊进进出出的这个能力非常强 军团的就是刚一波我刚一波的人选直接选择你爆发最高的一个黑鸟 拉比特刚才偷了一个虚空大什么我没注意到 我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个细节可能 这个可能是我漏掉了 这个没有注意到 杀王 杀王这个英雄也是 杀王也是一个我跳大穿刺完了一波以后 我可以没没了的穿刺你 没没了的穿刺你 但是反过老干爹这些人呢 他们适合去打一波 就是虚空把这些人罩住以后 土猫的大招加上黑咸的拉墙 还有黑鸟的大招 他是一波伤害打出来 直接要秒掉对方的人 但刚才那波团战刚开始打了将近十秒钟的时间 得有五六秒六七秒的时间是没有死人的 双方都没死人 那你这个团战再打下去的话 以后我们肯定是占优的 他这个后续的持续输出能力 包括这个双冬龙还有蚂蚁这两个人 是远远要强于你这些人的 就不管是大哥位还是酱油位 都是要比你这些人要强 沙王这里跳刀推推全部都做出来 就沙王怎么这么肥啊 那比赛现在进行到18分钟 双方阵都是5比12 看一下经济差 现在一home是领先了5000多 2500到2600左右的一个经验 刚才那一波团战老根爹 还是因为整个阵型被对方完全给冲散 自己准备不充分 被对方是强行逼了一波团 老根爹选择五人出来偷盾 哎 这个盾 这个盾 沙王跳进来后发现一堆人直接赶紧一个穿刺走 一个冰墙加上一个双冬龙的大招把对方先逼出来 这样吧 双方要还是在这个柔杉这个地方还要再继续的去拼一会儿 双方都想依靠这个楼杉去打出一些优势 全都给吓跑了 这军团就是一个跳刀一个必章 你黑鸟关一手不完了吗 你有黑鸟有毒狗的情况下 对方军团一个人这么冲到脸上去打这个不合适吧 这跳出来直接一个决斗 黑鸟的关关一手自己的队友 被蚂蚁又是从后排 沙王又是一个完美的跳穿自大 虚空一个大招照住沙王以后 哎呦这个大招 这里军团这个位置 双头龙给一个完美的大招 把这个路直接封死 上边这个位置是蚂蚁 哎被黑鸟过来一个大招直接收掉 这样啊蚂蚁的节奏断了一波 这波还不错 还不错 军团的位置一直没有人打 军团是强行冲死了对方的一个虚空 那这样啊 黑鸟这个位置也是 呼掌难明 自己一个人只能先撤 这个团战老干净打的 简直是蠢的 不要不要的 黑钱这波选择买活赶到战场上 但是好像有一些机会 有没有拉 拉墙 漂亮 一波输出打出来以后 直接把对方的军团带走 这样的话还剩下两个酱油 这两个酱油能不能弄死 黑鸟这里差一点被对方击杀 一个T把自己救下来 那这样的话 对方的黑钱这波买活过来支援 还是非常的值 击杀掉了对方的一个军团 而且是救下来自己黑鸟大哥 以后我们这波两个人还 中方还是不放这个盾 还是要过来打 这里杀王过来以后直接被关起来 一个穿色赶紧溜 还是被脚石了 提中拉到了高地给上沉默 这波这个土猫量了 这波这个土猫和黑咸两个人的操作量了 那这样的话这个盾 感觉是应该要给老干爹了 蚂蚁过来以后可以骚扰一下 但是对方这些人状态还是太好了 蚂蚁这里放了一个蝗虫 这个蝗虫放早了 这个蝗虫放早了 双头龙这里过来给一个冰墙 给上一个大招 这样的话这个盾还是要耗 就是要等 双方在这个柔山盾这个地方已经来了 回回打了五分钟的团战了 不停的在用冰墙去耗对方 蚂蚁这里有蝗虫 双头龙有冰墙 而且如果你硬打的话 军团还有一个W在高地上面 可以不停的往里扔 这里又是一个冰墙 确定对方没有打 但是所有人都过来要不要开悟 有没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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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运过来了一个悟 五个人的一波开悟 这个塔架看站位 就是一个五人开悟的一个节奏 看看老干爹能不能意识到这个问题 这个切入的位置 应该第一时间还是要瞄土猫 还是要瞄土猫 瞄土猫 后排有一个毒狗 有一个黑鸟关一手 虚空一个大招招作 但是决斗是找到对方的 又是一个关 军团这个位置 直接被打成了一个残血 正面战场这里 沙王又是找到了后排的黑鸟 一个穿刺大 但是伤害有点不太够用 拉比哥收掉一个土猫以后 军团这里直接是一个残血 黑鸟关一手 对方的人以后赶紧撤 赶紧撩看看能不能撩得掉 这波还行 这波老干爹只死了一个土猫 我觉得这个结果 哎呦刚说完 黑鸟这里好像要死要死 然后编制者过来以后 蚂蚁直接收掉这个人头呢 五个人全部都是一个 几乎都是打空了自己的蓝量 除了两个实在没技能的人 靠技能吃饭的时候 打空了吧这个蓝 这样的话五个人都没有死 杀掉对方两个人以后 一波零化二可以过来打一波盾 以后我们的这个阵容 还是比老干爹的团战的 持续性要更好一点 老干爹的这个就是一波 一波节奏特别快 然后爆发特别高 但是一波以后马上就尾了 他们唯一具备持续作战能力的 只有一个黑鸟 具备持续的作战能力 但是黑鸟这个英雄 在没有自己队友能够提供 一个持续的控制的帮助下 也自己也是打不出来足够的输出 多少还是有点尴尬 24分钟 现在18比9的一个人头数 这个盾终于还是被一后们拿到手里 老基的军团这场比赛 应该说发挥的也是非常的出色 每次团战都可以把自己的 其实他的任务很简单 他的任务就是我冲到前排 不让你的阵型能够成型 就把你的团战点给你定住一个 我不管是定住你的虚空 定住你的黑弦 还是定住你的黑鸟 这三个人我随便定一个人 不让你的技能形成康宝 然后不光我自己能不能杀掉你 我会不会死 我就是把你的节奏断开 剩下的交给队友 只要老干爹这些人的技能 行不成有效的一个combo的话呢 就谈不上的输出 谈不上秒人 所以这场比赛应该说 以后我们的准备还是更加充分一点 老干爹这场比赛还是迷 到现在为止还是迷 只有Mayby一个人 这个黑鸟发育是比较正常的 而且Mayby这里感觉的情况不对 也是出的是一个点金手 出的是一个点金 巨峰场景 假腿 然后战鼓 装备应该说Mayby这样比赛选择的是非常的正确 但是无奈自己的队友能够提供的输出实在是太低了 老干爹这些酱油跟昨天我在说 IG的那个阵容的时候一样 就是他们的酱油输出能力太差 反过来你看ehome这些酱油的输出 沙王的跳川自大 拉比克的若哈能流 然后双头龙就不用说了 双头龙四个技能全是输出技能 包括二技能都有输出 他是三个输出外加一种空 所以这个比赛一旦说你第一波秒不掉人的话 老干爹这个后续团战是比较艰难的 他们现在的这个希望还是只能寄托在Mayby身上 虚空这个点现在已经是靠不住了 装备选择的是一个shadow的假腿 假腿林肯法球流的这么一个虚空 这个虚空的输出成型起码要三十分钟以后 而且还是比较顺的情况下 还有这个推推 这个推推把自己给卡在树里边了 没有推出来 这里一个大招 哎呀 这个大招啊 这样啊 老干爹已经开始有点被视野压制的一个感觉了 塔推不掉 没有地方刷钱 只能是被对方一座塔一座塔的不停的在拔 拔掉你这些所有的塔以后呢 我还可以再把你的视野做一下压制 然后紧接着的一个结果呢 就会变成慢慢的你就一个慢性死亡 对方的装备越来越好 几方没有更新装备的一个空间 比赛已经到二十六分钟 这边没有选择去耗 而是直接依靠着自己蚂蚁的一个强势器 在有安眠以后 那么在自己趁着有盾的这段时间 直接要对高地发起一波冲锋 所有人倒是都有大招 这波而且你虚空没打 虚空刚才这个大招在野区的位置 应该是为了救人 直接一个大招开完了以后自己溜了 阿比克偷到了一个离子盾 这波高地怎么说 感觉是有想法要上 这个买出了BKB 应该是要等着运一手BKB过来 应该是要选一手BKB 等一手BKB 这个盾的消失时间还有一分钟 咱们这边观众有 就是有那边在看那个WINS的比赛 麻烦不要剧透啊 谢谢 因为那边我回头要给大家再补 希望不要剧透 对阿密的虚空 你看现在老干爹这个虚空选择的又出了一把跳刀 等于他还是没有输出能力 他这个出装 我觉得问题实在是大的有点严重了 他们这个阵容现在本身就没输出 打不死对方的人 然后这个虚空还是在一门心思的就是要出这个 假腿林肯跳刀 然后呢在后来补强鞋的这个套路 老鸡这里躲开一个石头 还是继续在拆 开着B招在风光的在拆那个高地塔 蚂蚁并没有着急上来给输出的一个原因 还是为了躲避一下对方虚空的大招 这杀王是利用自己的推推家跳刀 跑到对方的这个高地上面 这个位置对方土猫也是非常的激情 滚来看一眼 双龙龙现在的装备肥的不行 没肯再加上一个分针面纱 这场比赛他没有选择去做秘法 这波正面感觉好像是要我们追 蜜的虚空还在追 利用自己的条刀的W 你看还是追不上人 对方直接一撤退 上边露一个人 你看着对方上面露一个人的时候 对方上面所有的人已经都跑到野区了 再出来这就不可能追得上了 沙王这块也是直接做出一个一仗了 这个老十一这场比赛 最近老十一的状态是回来的很多 ehome的比赛我给大家做的比较偏少一些 因为他们这支队伍的节奏整体不是很快 比赛的观赏性一般 但是最近这个老十一的状态确实是非常好 就不管是打这种发育型的位置 还是打这种节奏型的位置 都是发育都是发挥的非常出色 像这样比赛 老十一的这个境界 可以紧紧的追着对方的虚空 这样的一个位置的一个境界 对方这个时候应该是过来插眼的 老十一这个位置要注意一下 对方这个位置是真家眼 全部都差 我看着这个真眼的视野范围 应该是没有看到老十一 蚂蚁这场比赛并没有选择 就出林肯 安眠以后是直接掏出一个BKB 然后加上一个木工枪 这样呢可以直接选择去推对方的高地 但是按照ehome的这个性格来说 应该如果没有很好的机会 找到对方的某些重要的人秒掉的话 刚刚说完 一波攻击力加到手 而且与此同时军团升到了16级 有三级的决斗 就如果说没有特别好的一个机会的话 他应该还是要选择等一波盾 下一个盾的刷新时间呢 目前还不确定 但如果秒掉你黑钱的话 我这波团就很好打了 黑钱有买 这波黑钱有买活 看一下 这波下路高地要不要守 黑钱选择买活 军团直接一个跳刀就溜 逼你一个买活也是好的 双龙还在上来不停的恶心对方 利用自己的Q的一个技能 实在恶心对方的防御塔 远程兵营的这个血量 现在已经是被耗到了将近一半 还是不走 那也就是一号我们现在 觉得自己的双大哥BKB 应该是有能力去跟你 直接上这个高地 刚一波正面团的 他这个BKB 只要能够在被对方虚空 罩住之前开出来 那就算是被罩住也不会死 老干爹这个阵容里面 没有一个技能是无视魔免的伤害 只有一个独狗是无视魔免的控制 哎 老鸡这个位置 虚空一个大招 空大了 哎 密空大了 上桌这里BKB的军团 直接找到对方黑鸟的一个决斗 独狗关一手 但是并 治标不治本 对方两个BKB冲两的问题 现在还是没有解决 后排是直接被双龙龙的一个大招 加上冰墙给断开 那这样的话 这波双方的接触 是各自交出了自己的大招和BKB 但是呢 最终两边都没有死人 这样的话 对于防守方来说就亏了呀 你防守方的技能全交了以后 你没有能够杀掉对方的人 这个团战还怎么打 这里上来以后 也只留住了一个双龙 双龙龙这里在不停地 用自己的Q在耗对方的塔 这样的话 下路的远程平衡已经高破 距离下一个肉身刷新 还有不到一分钟 那这样的话 可以等一等下一个肉身盾 你看这个就是刚才在开局拿到这些英雄的时候呢 这里是个相生相克的关系 军团在面对对方这个有很多能观人的英雄的时候 他确实自己的一个决斗的一个效果会大打折扣 很难去加到攻击力 但是也同样的 他要逼迫对方 第一个是交一个技能 第二个是在这段时间里面 这个人是不能形成任何的输出 所以说到底这个哪边更转一点 完全就要看其他队友的一个表现 刚才双龙龙这块的一个风路大招 加上风路的一个冰墙 导致对方的酱油前后排是被分割开了 如果不是一靠 如果不是说这个黑鸟刚才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 推推可以把自己救下来的话 这一波团战感觉下路高地 就最少是一波两路的一个节奏 肉战已经复活了 看一下有没有人要过来打 以后我们现在打这个盾的速度是很快的 这波盾的打的速度也是比较快因为有暗灭 有军团 军团现在的装备也是比较好 已经是有了一个振奋宝石在身上 盾直接拿到手以后军团带盾 这波高地应该是直接告破了 现在刚正面团的话 老干爹从这些人员的一个搭配来说 就配合能力来说 跟一后母不在一个打次 老干爹这支队伍 现在他们的一个团队配合能力 感觉就像一个二线队一样 没什么给我的感觉 个人能力都还不错 但是从他们的团阵配合角度来说 真的像是一个二线队 没有一个老干爹这个应该有的一个实力 而且这些人也并不是说刚刚捏合到一起 他们捏合在一起也是有一段时间了 所有的队伍其实在TI6结束以后的 这个人员更换时间呢 前后最多也不超过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就是基本上所有的队伍 就全都确定下来 但是从队员的这个磨合的程度来讲的话 我感觉老干爹这些人的状态 似乎还不如他们在一个月前 表现出来的这个状态好 Maybe这个点的发挥到现在为止 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 也只有他一个人唯一的一个经济点 能够跟上对方的大哥 数据还不是那么的难看 但其他队员的这个表现 确实是差强人意了有一点 尤其是虚空AIME这个选手 我之前觉得他是一个蛮有实力的选手 虽然说我一直不觉得他有特别亮眼的表现 但是起码我觉得他不应该 像这两场比赛表现出来的这么鱼 你看他这个出装 选择在甲腿林肯跳刀以后 是直接补了一个进化刀 你这个进化刀是针对谁 在对方两个BKB都做出来的情况下 选择是做了一个进化刀 没有选择就直接去出强席 你这个时候队友是比较需要你这个强席的 他没有做反正做了一个进化刀出来 我觉得这两场比赛 ME这个背锅背的挺严重的 上一场比赛他用熊战一场比赛只达了2000输出 一整场比赛作为一个熊战 他只达2000输出的感谢 熊战这个英雄在前期线上那么强势的一个英雄 前期兑现期打出2000的伤害都 真的前期兑现打出2000伤害都不是很过分的一个事 我们这边直播观众有人表示说插枪人也不是这么用的 那应该是怎么用的 这个我这个确实文化水平差了一些 差了一些可以给我解释一下 我学习一点 咱们也一边做解说 一边学习一些文化知识 军团这里做出了强席 那这样的话 这个军团现在虽然他功不高 但是他在这个正面团的一个能力上还是非常的强 哎 出来以后 AME这是要干嘛 这是要干嘛呀 后排直接黑鸟被决斗 毒狗关一手 虚空虚空大招还留着 还没有放 还没有放 但是自己的黑鸟已经被打成了一个残废 这里虚空赶紧往回撤一波 这出来了以后 AME这里大招都没放出来 他就直接被击杀了 哎 我真心是觉得老干爹这个AME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沟通出问题了吧 我觉得他们这个好像心态已经崩了 虚空这波还没有买 死了以后还没有买 杀王的一个穿色 直接一个一穿二 对方的黑鸟也是被各种技能留 毒狗这里关一手 救一下 黑鸟开启一个冰甲 一个大推推 救一下队友 但是被对方偷了一个T 被拉比克偷了一个T 然后把自己的队友救下来 等于是一波到现在为止 是一波零换一 而且中路高地也是直较高破的样子 密集两场比赛的这个发挥 简直是让我看的 我是 称武接受 就这么臭标凉 没有文化也要用那个也要用称语 看下这一波一脚石头 踢撞很多人 黑鸟一个大招非常漂亮 直接秒掉对方的军团第一条命 但是这一波追出来以后感觉是一个有去无回啊 军团这波直接开启BKB一个决斗 把对方黑钱带走 虚空这个时候反应过来了 一个大招罩住对方的一个双头龙和一个蚂蚁 结果后排输出不够 这黑鸟一套输出没有秒掉 蚂蚁 蚂蚁开启BKB开启大招 出来以后自己的状态又补的非常的满 出来以后这个军团终于是被对方的虚空找到机会 要行程一波击杀 结果这个虚空好像是在没有黑鸟的情况下 还打不过有点 被对方秀了一波避张 直接是一个反击 血量回来了将近回了三分之一还要多 这样啊 这波打完了以后双方的人多数来到一个10比21 38分钟 经济差已经是来到了差不多25000加 经验差也是有15000加的一个差距 那这样的话 老干爹我觉得已经可以激积了 可以激移死一打 因为这个是胜者组的决赛 胜者组的决赛 就是说输的一方还有去败者组 返回颜面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场比赛对于老干爹来说 我觉得不要再继续打下去 保持一下这个队员的心态比较好 直接直接把这个队员的心态呢 提前一点啊 提前一点多一点时间去调整一下 沟通一下 我觉得这个队伍他们现在这个配合确实出现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AME我记得是不是也是一个国服9000分的选手啊 我记得好像他也是冲到了9000分了 我看一下 对AME也是9000分了 老干爹这场比赛 但是这个AME就这两场比赛的发挥 我总感觉好像还是跟整支队伍的这个节奏点 真的感觉好像还没有之前磨合的好 不知道最近是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反正这两场比赛来说 AME的这个状态不是说一场好一场坏 还是这两场一场比一场迷 而且他们的BP感觉BP手这边问题也比较大 就是既没有像Wins那样的天马行空 也没有像这个VG VG和老飞羊之类的那些队伍那样的稳扎稳打 感觉就是好像是正好卡在中间的这样的一个过渡期 老干爹的这一波开悟 所有的人都跑到了下路这里来准备是等对方在推下路的时候呢 把对方怼一波啊怼一波对方 但是对方这个时候则是5人开悟直接绕中去找野区 两边都没有找到对方的人 但感觉要在野区这儿相撞了 看一下这两波看一下这两波 破雾了双头龙和黑鸟两个人撞了一个满怀 沙王的一个跳穿自大一个推推 但是自己这个位置有点尴尬 虚空的一个大招定住后排三个人 这波大招定的很漂亮 但是人不再没输出啊我的哥 这个虚空自己打了半天连一个拉比克都没打死 嘿这个地方看一下军团找到了你的虚空 直接指一个决斗怼上双头龙一个大招扑在脚下呢 这样的话虚空这波直接被怼死没有买活 黑鸟这一波虽然是没有死 但是他在后排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输出空间 一个法球怼死拉比克 这个地方被对方冰龙一个冰墙定住 还有一个小蝗虫在身上咬队友救一手 出来以后再配合黑鸟疯狂再怼一个大招 漂亮怼死了军团 再拉回来干死一个窗户龙 这波打得非常完美 看一下还生最后一个蚂蚁 被踢住以后有没有队友能够跟着上 还差一下 没有 宝石在那 宝石在谁身上 再继续一波出戳 maybe达成了一波疯狂杀戮 这波终于是把这个团战打赢了 终于是打赢了 这波团战 这波AME虚空的一个在后排的一大三 导致让自己的黑鸟在对方第一波集火 没有被打到打掉太多血量以后 黑鸟这波是利用自己后来的一个积攒起来的智力 再加上非常完美的一个切入时机 是打赢了这波团 maybe这个点啊 这是真的是到现在为止 老干爹发挥比较正常为数不多的点 其实这场比赛的独狗的发挥很不错 XZ的独狗这场比赛发挥的应该说是非常的出色了 虽然整场比赛他没有过很多亮眼的表现 但是每一次团战的时候 独狗的这个关 独狗每一次关人的时机用的 其实比黑鸟的这个时机还要更及时一点 只不过就是因为这个英雄在团战的时候 实在是没有什么输出的空间 大家注意不到他而已 这波杀王这场比赛 刚才杀王的这个切入发挥的也是非常出色 他直接一个人冲上去以后并没有选择撤退 而是一个推推找到对方的前排 把对方第一波火力全都吸引在自己的脸上 导致这个虚空的一个大招一带三 一个人控制三个人以后 没有人能够去配合自己输出 自己砍了半天谁都没砍死 这一波团战确实ehome打得很漂亮 也能够看出来 老干爹打得很漂亮 但确实你能够看出来ehome这些人的一个状态非常的出色 老十一刚刚这波卖的是可以说自己一个人把整个团队救下来 没有让团队马上崩盘 虽然最后还是被对方的maybe给carry住了 但是呢 瞎不掩盈 我们来看一下这波团战 这波团战双方的这个破误了已经 破误了以后杀王过来一个穿刺 利用自己的道具破林肯给穿刺 这一块一个冰墙 maybe这波BKB浪费了 maybe这个BKB加杨刀最强一波 感觉是要被对方直接追死的一个意思 哎呦黑鸟这个BKB没有 这个团战可怎么打 独狗这个位置自己到前面卖一手 一个推推救一下 这个决斗找到对方的独狗 两刀直接砍死了 虚空又是一个一大招 大住对方三个人 先秒掉了蚂蚁 蚂蚁这边有没有买 没有买活开大过来的一个机会 那这样子这波正面团感觉又崩了 maybe这边没有人能管了 现在 蚂蚁死了 军团的决斗用过了 这里双头龙想要去一张TP走 被羊刀定住 也是直接被追死 土猫一个石头踢中了 杀王一个大招 又是一波三杀 两波团战结束以后 maybe居然已经直接超神了 maybe啊 真的是maybe啊 这个 为什么国外的战队 就公认的就是 maybe是国内最强的重担 这波maybe在第一时间把BKB开出来以后 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的情况下 居然转头也打出了一波三杀 毒狗这个英雄真的关键 他真的关键 这波团战 他在前排顶住了对方 让对方第一波输出 尤其刚才最关键的是军团的这个决斗 他自己一个人走上去 吸收了对方的注意力 然后把对方的军团 军团感觉是追不上黑鸟了 所以把大招转头是给了这个毒狗 毒狗这一波等于是代替黑鸟 或者代替自己的一个大哥去死了 导致对方军团这个大招结束以后 军团这个英雄还是这个问题 大招结束以后 这个英雄很蠢 他想去追上人的话 去进行输出 特别特别容易被人疯壮 尤其是在BKB结束以后 这波团战打完了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经济 是直接被从3万的经济差 追回到了1万 经验是从1万5的差距 追回到了平 追平了这个经验已经 经济方面 BKB自己的经济 已经是来到了2万6 这两波AIME 还是体现出来 一个9000分选手的水平了 两波团战都是一个大招 大住三个人 第一波虽然说是没有能够配合队友打出输出来 但是自己确确实实是保住了自己的黑鸟 看一下 以后我们这个位置 沙王这里被对方留住了 一个跳刀 扬刀 一个穿刺 赶紧走 又被吹风 这个吹风是自己救了一下自己 看一下塞拉 塞拉开着BKB 冲着来先努一波 队友救一下 这个第一时间没有能够秒掉对方的黑贤 这一山王的一个穿刺 也没有穿到人 虚空这里追出来以后是要打 被偷了一个时间锁定 因为这被抬起来以后扔到了冰墙上面 但是这一波双方接触了一下 都是互换了一下技能 两边都没有死人 大招方面重要的大招也都没有交 这样可以接受 黑鸟的大招应该CD快好了 还有10秒钟的CD 关键是现在黑鸟的BKB 推推羊刀 冰甲的CD全都赚好了 蚂蚁现在的装备已经是做出了蝴蝶 加上一个伞尸 输出其实是够的 就看他打谁 这一波沙王又是一个穿刺 跳刀直接走 秀了一波 黑鸟上来一个 被决斗了 黑鸟这位是两个BKB被决斗 关不上 这个没法关 就怎么办 这个怎么办 土猫已经是在后排被蚂蚁给偷掉了 这样出来以后 黑鸟这波要死 这个最强势的黑鸟 沙王直接在黑鸟摇的地 出来的地方摇了一个大招 这样在虚空大招里面的 这个是谁啊 黑咸 黑咸直接被怼死了 哎呦 这一波拉比高还偷到了一个关 留住了对方的虚空 虚空这里一个跳 跳刀能不能出来 没出来 被追上 这样的话 交盾 老干爹这一波团灭了 这波团灭了 虚空这个位置还是跳到了高地上面 还是对方直接找到以后给怼死 这波团战输了以后感觉老干爹已经是完了 已经是完了 咱们这边我还是那句话 有comvins比赛的朋友不要给剧透 好吧 咱们这边因为回头 你不要再剧透的话 我就只能把直播先关了 我就只能把直播先关了 要不然我一会说比赛没法说了 这波团战的关键问题就是在于 跟前两波团的主要区别 就是在于双方的技能 而且这波很关键的就是两个人 全都是开启了BKB在决斗 救不下来人 救不下来人的话 这个团战就完蛋了 而且自己的虚空呢 大招并没有达出一个很好的效果 自己的黑鸟被对方的军团决斗了 主要的区别就是在这 这个团战能不能赢 第一个是看虚空的大能大中几个人 第二个是能看 第二个是看这个军团 能不能决斗到黑鸟 第三个是看 第三个是看这个决斗的时候 队友能不能给救下来 这几个点如果 就是团战的时候就看这几个点 其实 老干爹刚才这波团战 唯一的一个缺点 就是Maybee决斗了 其他没有缺陷 这样啊 人都说来到一个30比19 刚刚拉回来的局面 现在也是没办法了 现在这个局面就有点 真的有点没办法了 黑鸟刚才这波死的太伤了 那下一件装备应该是要出林肯 其实他应该早一点出一个林肯 如果他早一点把这个林肯做出来吧 这个比赛不会这么难 说白了 军团决斗不到他 就什么都好说 万事 万事 都好说 他只要他决斗谁 他关一下 关一下以后呢 毒狗在后面留一个地 还可以再救人用 黑鸟这居然 黑鸟不出林肯 出了个刷新 我的哥 这是要 这是要刚一波的一个意思啊 这个已经不是想去跟你 再依靠打团给你打赢 这是要刚一波的节奏 但问题是对方全有买活啊 对方这帮大哥全都是有买活的 这个刷新做出来 是要跳刀刷新 两个洋刀 两个BKB的意思吗 两个洋刀 两个BKB 两个冰箱 两个大招 也行 也可以 看一下吧 maybe这一波也算是拼了 哎呦 这个黑咸又被秒 我的XZ XZ这波真的已经尽力了 推推过去想救 但是没有救到 这波黑鸟过来救一手 把自己的毒狗救下来以后 看一下正面这波团 怎么说 杀王的一个穿刺 一个关 对方的虚空 一个大招照住三个人 Nice 直接秒掉了编织者 这里黑鸟的刷新还没有用 所有的技能已经开过一波了 又被决斗到了 毒口这里关一手 看看黑鸟出来以后 开BKB刷新 有没有第二波 有没有第二波被举起来 杀王一波爆发 开启BKB 但是已经空血了 转头一个大招 一个普攻带走了 杀王被这个蚂蚁追死 蚂蚁这波没人管了 蚂蚁没人管了呀 蚂蚁是选择买活开 买活过来的吗 这是 那这波GG了 蚂蚁这波最终是买活过来 来到战场 而且军团也是选择买活过来的 这一波应该说 老干爹 maybe 最后一个刷新 拿出来的非常的精彩 但是呢 对方在对方所有的人都买活 拿着飞鞋飞到战场以后 这波团战确实是刚不住了 可以说这场比赛 在最终的这段时间 双方都是打出了 非常高的一个水准 但是确实前期给自己挖的坑呢 太大 自己的人全都是靠买活 买打的这波团 而对方的买活一直都是留着的 这波刷新转头打的确实很漂亮 但是真的是很无奈 很无奈 来看一下这场比赛最终的一个基础统计 黑鸟这场比赛 maybe在拿到了655的GPM 同时打出了将近4万的伤害 这个已经很对得起这个队伍了 反过来看一下AME的输出 AME这场比赛只打了1万1的输出 比黑咸少了5000 只比土猫多了1000 比毒狗多了2000的伤害 所以说AME的这个点 它这个出装问题 还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数据也是一个一杀六死 14助攻 也是难看的不行 反观ehome这边就均衡的多 两个大哥的输出都是打了2万2 1,2万7 自己的酱油方面 沙王再拿到足够多的经济 也是足足打了1万9的伤害将近 另外两个酱油也打了1万多的输出 所以这场比赛应该说 整体的发挥还是以后 以后确实是极高一筹 好了这场比赛就给大家说到这里 那么陆波就先到这里 我是三号大叔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订阅我的频道 或者加我的客群都可以 好了就到这里